明朝的章代说过,人无脾不可语交,以其无身情也,人无脂不可语交,以其无真气也。 不要跟没有任何脾好的人交往,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深情,不要跟没有任何瑕疵的人交往,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真诚。 脾好、瑕疵在无数人眼中都是有问题的,实际上,看似有问题的脾好和瑕疵恰恰可以反映当时人的真性情。 人有脾,可身骄,这五类人不一般,乃是命重的贵人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夏末国学,点个订阅不迷路,带你领略更多的国学智慧。 学习力极强的人不一般,不论在什么地方,什么环境,有一种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,学习力极强的人。 所谓的学习力不是让我们去死读书,而是让我们拥有对于某些新业务快速上手的能力,学什么都比别人快,才能胜人一筹。 跟学习力不太行的人交往,那他们会拖累我们的生活节奏或者工作节奏,唯有靠近学习力极强的人,才能让我们有更进一步的动力。 所谓近诸斥者,近墨者黑就是这个道理,靠近固守己见的人,跟靠近灵活变通。 懂得学习的人,命运的差距,其实特别大。 生活,永远都不会抛弃与时俱进者,只会抛弃那些止步不前的人,能够跟上生活节奏的强者,都懂得博彩重场,不一般。 在国学中有句名言,圣人报义而天下和,这意味着圣人能够吸取众人的长处,不拘泥于一己之见。 靠近固守己见的人,往往无法适应变化的社会,他们的思维变得狭隘,无法与时俱进。 而那些灵活变通,懂得学习的人,不断吸收新知识,不断融合各方面的优点,他们在命运的道路上,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。 生活永远不会抛弃与时俱进的人,只会淘汰那些固步自封,不愿学习进取的人,强者懂得博彩重场,不断吸纳新的观念和知识,不断提升自我,因此他们能够跟上生活的节奏,取得更加出色的成就。 在这个变革与进步的时代,我们应该以国学智慧为指导,不断学习,开放思维,尽可能地接触不同的领域和观点,做一个善于变通,博彩重场的人,从而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脱颖而出。 逆伤极高的人,不一般。有人提出过一个观点,跟情伤和智商相比。 逆伤才是最重要的,没有逆伤打基础,那就无法真正发挥出情伤和智商的作用。 所谓的逆伤,就是人们面对挫折时的表现,是动不动就垂头丧气,还是迅速调整心态,适应环境,将会决定人生的上限和下限。 高逆伤的人,不会因为一时的挫折而痛苦,只会三省无身,必不缺陋,避免让自己处于无休止的内耗当中,如此,他们多半可以笑到最后。 人生在世,最怕的,不是智商不够,而是逆伤不够,有的人因一时的失败而自尽,那他们就算才华横溢也无法发挥出来。 这,才是真正的悲哀。 之所以要接近高逆伤的人,是因为这些人有很强的心理调节能力,也就是心态很好,跟这些人往来,基本不会被负能量侵扰。 有人曾指出,逆伤比情伤和智商更为重要,没有良好的逆伤基础,情伤和智商都无法充分发挥作用。 所谓逆伤,指的就是人们面对挫折时的应对能力,及时调整心态,适应环境,这决定了人生的上限和下限。 高逆伤的人不会因一时挫败而沮丧,而是反思自身,修正不足,避免陷入无休止的自我困扰中。 他们通常能笑到最后,有生活雅趣的人,不一般。 很喜欢这么一句话,好看的皮囊千篇一绿,有趣的灵魂万里挑衣。 长得如何,跟灵魂是否有趣,这是两回事,如果可以选择,那肯定是当一个灵魂有趣的人。 外貌是暂时的事,灵魂才是一辈子的事。 在美好的相貌,也都有衰老的那一天,而灵魂不一样,只要灵魂有趣, 哪怕它随着时光而衰老,也照样很有气质,比同龄人更有魅力。 什么样的人才会拥有有趣的灵魂呢? 毫无疑问,就是拥有生活雅趣的人。 平常的时间,有自己的爱好和追求,而不会沉溺于低质量的娱乐当中。 过度打拼,只会透支身体,盲目堕落,只会毁了人生, 唯有让自己拥有雅趣的生活,富有诗书气自华,才能更好地度过这一生。 每天一点新思路,每天一些新感悟,欢迎订阅夏末国学。 灵魂的有趣,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学得来的。 国学中有一句话叫做内生外往,指的是内在修养与外在德性的统一。 通过读书,修身养性,我们可以培养出一颗有趣的灵魂, 国学中强调道德修养,文化积淀。 以及对自然,人文的敬畏与欣赏,这些都可以成为培养灵魂有趣的基石。 比如,学习古人的诗词,经典文化,可以让我们的灵魂变得丰富而有深度。 学习古人的礼仪,道德,可以让我们的灵魂变得高雅而人厚。 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要学会用心感悟,细细品味,让自己的内心世界更加丰富多彩。 当我们拥有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灵魂,我们就能在任何时光下都保持内心的青春和魅力。 不管外貌如何改变,只要灵魂还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,就能展现出无限的气质和魅力。 知恩图报的人不一般。 小的时候,身边的老人就跟我们说,出门在外,不要跟忘恩负义的人往来, 知恩图报的人,才是最好的相处对象。 感恩,在这个年头,是特别稀少且奢侈的品质,不是所有人都懂得感激别人的付出, 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对帮过自己的人上心。 正所谓,遂寒之松柏,患难见真情,到了冬天,才知道松柏的情侣和挺拔, 遇到了患难,才知道哪些人对我们存在真正的感情。 现代人,基本上遇不到患难见真情。 只会遇到锦上添花意,为什么? 随着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,人们只会把重心放在利益上,而不会放在感情上。 所以说,如果有幸遇到了懂得知恩图报的人,不妨与之保持联系, 至少,我们的付出不会被这些人辜负。 这些话,不仅使我想起国学经典论语中的一句名言, 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,感恩,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美德, 它教导我们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,对待他人的帮助。 如同诗经中的感氏花见泪,恨别鸟精心,我们酷爱自然。 感激月亮的照耀,花草的绽放,更理应感激身边人的付出与真心。 虽然当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,使人们更注重利益, 但无论如何,我们都应该珍惜遇到的那些懂得知恩图报的人, 与他们保持联系,这是一种修养,更是对国学智慧的践性。 因为他们的存在,我们的付出才不会被辜负, 相互间的情感才会得到真正的滋养与成长。 跟你说真话的人,不一般。 唐太宗李世民一登基,就遇到了一个刺头,魏征, 每一次李世民做错什么,魏征都会一针见血地指出来。 不会遮遮掩掩,对于喜欢说真话的魏征, 李世民产生了杀掉他的想法。 但是,长孙皇后劝李世民,陛下想当千古圣君, 难道不用依靠这些赤胆忠心的忠臣吗? 谈到说真话这三个字,不得不提到一句话, 君子之交淡如水,小人之交干若利。 跟君子交往,只会平淡如水,所以我们会厌恶跟小人交往, 由于小人都喜欢说甜言蜜语,所以我们会被这些小人蛊惑。 其实,淡如水,喜欢说真话的君子,才是最值得往来的, 而爱说假话的小人,就跟有毒的砒霜一样。 终究会让我们,再不知不觉中毒发。 唐太宗李世民一登基,就遇到了一个刺头,魏征, 每一次李世民做错什么,魏征都会一针见血地指出来, 不会遮遮掩掩掩。 对于喜欢说真话的魏征,李世民产生了杀掉他的想法。 但是,长孙皇后劝李世民,陛下想当千古圣君, 难道不用依靠这些赤胆忠心的忠臣吗? 在国学中有一句名言,君子之焦淡如水,小人之焦干若利。 这句话告诉我们,与君子相处是平淡如水的, 我们可能会感到厌恶,而与小人相处,则是甜言蜜语。 容易被蛊惑。 然而,事实上,真诚如水,喜欢说真话的君子, 才是最值得交往的人。 相反,爱说假话的小人,则像有毒的砒霜, 终将在不知不觉中毒害我们。 正如论语中所说,君子远刨除, 刨除是指厨房里的烟火器, 也暗喻君子避免与那些言谈浮华虚伪的人往来。 因此,我们应该珍惜那些像魏征一样敢于说真话的人, 他们的赤胆中心是我们成为真正圣君的重要支持。 每天一点新思路,每天一些新感悟, 欢迎订阅夏末国学。